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周苏和周老师 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探讨国际企业管理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第七讲 有关于经济环境跟区域合作的议题了 在过去我们讨论到 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到海外去 我们想要尝试来回答why 为什么的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些从理论 国贸理论到直接投资理论的一些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第二个 我了解了为什么到海外去之后 接下来我要思考的是where 到哪里去 其实全世界大概有近200个经济实体 每个经济实体的经济环境 都不相同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探讨经济环境跟区域合作 与跨国公司管理之间的讨论议题了 赵网利首先为您准备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是有关于日本车登陆美国的事情了 其实早在1973年 因为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家 OPEC这些的国家组织 它采取石油禁运的一些的措施 所以使得国际上的原油价格突然上涨 那么平常习惯开大车 美国大车的这些美国消费者 一下子没办法接受到成本增加的压力了 所以纷纷想要改用一些比较省油的汽车来代步 在这个时候日本车它小而美 并且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反而为日本车带来很多的一个利基了 所以日本车在石油危机的时候 它的销售量不降反升 主要是销到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了 以1986年为例 以Toyota丰田公司 它所从日本直接出口到美国的Camry 在美国的售价相当于一万五千块美元 如果以当时一块美元换四十块钱台币来换算的话 六十万的新台币就可以买到一辆全新原装 从日本出口到美国的Camry汽车了 所以这个时候事实上 很多的美国消费者纷纷舍弃了美国大车 而改买日本的小车了 省油的车子了 可是这造成了一个问题 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 美国也有很多大汽车厂 克莱斯勒 通用汽车等等 他们的销售就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了 所以他们的车子卖不出去 自然他们的利润下滑 而这样子也造成了 美国汽车工业的不景气 更有甚者 这些的汽车工人 因为工厂不生产 所以老板就说那你不用来上班了 所以他们也变成失业了 所以进而从经济的问题衍生到社会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由美国的这些汽车厂 结合工会领袖 到美国的国会去进行一些的游说 所以美国政府也召开了工厅会 也请了日本的汽车厂商来 那么美国的汽车厂商就控诉日本的汽车厂商 清销 所谓的清销就是你以低于合理价格的这个价钱 在我国内来销售你的日本车 英文叫dumping 这个太不合理了 你们是恶意的 想要来抢我们的市场 经过一番的工厅会的讨论 当然最后日本汽车厂商也有一些的理由 他说我们不是请销 我们只是用促销 我们的工人生产力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价格自然降低了 可是不管如何 最后一个结果 美国政府就要对日本的汽车厂商 采行配额 也就是quota的这个限制 如此一来造成日本的汽车厂商 想要卖到美国的汽车 自然每一年有一定的数量的限制了 还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日本车长期的出口到美国 美国买了很多的日本车 所以美国有很多的出口 造成国际上 尤其是美国在外汇市场上 对日币的需求增加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要支付货款给日本 所以国际上对日币的需求增加 造成日币的升值了 日币升值之后 相对的就对日本的出口 也造成不利了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因为日币的升值 所以造成日币的实购买力 也相对的提升 一方面美国政府对日本车 进行配额数量的限制 一方面日币又升值 继续的持续的出口 可能对日本的一些的厂商也不利 所以山不转路转 最后在80年代 日本的很多的汽车厂商 纷纷到美国国土境内去设厂 买土地盖厂房 直接在美国生产日本车 直接销售到美国市场了 如此一方面可以规避 这个quota数量限额的限制 一方面也可以好好运用 日币升值的优势 这个就是为您介绍的 日本车登陆美国的一段历史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想一想 首先来让我们思考的是 为什么美国政府 要采取保护主义呢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日本车持续地销往美国去 所以造成美国的汽车工业 受到严重的打击 间接地美国的汽车工人 也失业了 也造成一些社会失业的问题 当然美国政府 为了要保护它的汽车产业 还要保护它的工人 所以它就必须要采取保护主义了 第二个问题 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美国政府呢 不要课征关税 进口关税 反而呢采取设限 quota配额的制度 各位您还记得 我们在稍早曾经提到 其实从二次世界大战 基于GATT的精神 所谓的GATT就是 关税贸易的一般协议 大家就说 我不要课征关税 我要降低国内的关税 好让全世界的货物 可以自由地流通 那么在70年 80年初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如果美国政府又来改采 我对日本车采取高关税 所以让你日本车 不能卖到我美国政府 美国市场来的话 那么我美国政府不是 走回头路了吗 那多没面子的事情呢 所以我就不课征关税 取而代之的是 我改采配额设限的方式 来限制你日本车的进口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个案的想一想议题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课程重点 在今天我们首先要来 跟各位介绍的是 整个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构面 并且来说明 最近在国际上 常常采行的 所谓区域整合的形态 以至于让我们能够 进一步地来了解 这些的区域经济整合 对跨国公司 有什么样的影响 到末了我们就来说明 为什么有些的政府 他要采行贸易障碍 他的理由 以及最后来说明 采行贸易障碍的一些的形态 到底有哪些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到海外去 要到哪里去呢 这么多的经济实体 每个经济实体的 经济构面不同 所以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各国的经济环境的 一些的构面 首先跟各位说明的是 国家的总体经济环境 通常在表示 国家总体的经济环境的指标有 国民所得 人口 生活品质 国际贸易 天然资源 以及通货及物价水准等 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国民所得 国民所得是最常用来 表示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环境的 通常我们表示有两个 一个叫GMP 一个叫GDP GMP呢 指的是国民生产毛额 GDP指的是国内生产毛额 而GMP呢 它指的是一年内 国内资源所生产的 最终财货跟劳务的市场价值 同学要注意啊 这里指的是国内资源呢 如果我是利用国内的资源 国内的劳工生产出来的东西 出口到海外去 算不算呢 算 这算在GMP里面 所以GMP只是 我只要利用国内的资源 即便它以后是出口的 这个也算在GMP 好 接下来看 跟GMP一起 很常被用到的就是GDP GDP呢 它指的是国内所生产了 包含 我不管你的资源是什么 只要是来自于国内生产的 最终的财货跟劳务 注意啊 是在国内生产的 最终的财货跟劳务 这些呢 其实并不包括出口 因为出口 我是还要运到国外去 我只要在国内生产出来的 最终财货劳务 这就算在GDP了 所以这两个呢 有稍微的不同 那么同学来思考一下 以台湾为例 因为我们是一个岛国经济 所以影响我们比较多的 其实可能是进出口 国际贸易 所以如果要表示 台湾的国民经济 整体的环境 通常我们会用GMP 反过来说 如果欧美一些的大陆国家 它的内需市场 国内市场 其实就占它 很大百分比的 这个国民经济了 所以通常呢 对欧美国家 大陆型国家来说 GDP反而是他们 比较常用的指标 好 好 那我们发现 通常呢 经济发展呢 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它的国民所得高 GDP GMP 比例也高 如果呢 经济发展 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国民所得低 那么农业呢 赚GMP的比例 也会比较高了 好 还有更多的指标 要跟您分享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第二个指标 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 人口 其实呢 人口呢 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从供给面来看 提供的劳工的数量 一个是从需求面 人口也代表 一个国家的市场 或者是潜在市场的规模 可是呢 我们发现呢 各个国家劳工的素质 跟偏好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 如果是以单纯的人口数量的 绝对值来做指标的话 可能呢 会有一些的偏误 所以通常除了人口的数量 还要配合人口的密度啦 教育的普及程度啦 都市化的一个程度指标 一起来做参考 第三个指标是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呢 它也包含两个层面 一个是指了人的品质 一个是物质的生活程度 人的品质 比如国民的平均寿命 十五岁以上 国民文盲的程度 政府的教育支出 公共支出 还有新生儿死亡率 这些都是指的人的品质 跟物质生活呢 比较相关的 比如说啦 每千人 有多少的人有电视机啊 每千人有多少的人有电话啦 有多少人有电脑啦 以及每个人所耗用的电力时数 用这个来代表物质的生活 我们发现呢 以开发的国家 他们因为在教育 以及公共的一些 卫生的设施上 支出比较多 所以呢 平均寿命比较高 文盲跟婴儿死亡率 也比较低 当然他们的物质生活 也比较高出许多 接下来的一个指标呢 为您介绍是国际贸易 通常呢 我们国际贸易呢 指的是财货 或者是劳务的进出口 以及资本的流动 首先我们来看 财货跟劳务的进出口 通常呢 我们要看这个贸易呢 那从哪来看呢 通常我们用国际收支表 来表示 收支表里面 也包含了一个叫做金厂账 另外一个叫做资本账 金厂账里面 就是记载着 财货跟劳务的进出口了 如果呢 有财货劳务的一个进口 那么就是金厂账的减项 如果有出口 就是金厂账的加项 加加减减 如果进口的总额 大过出口的总额 那表示这个国家是逆差的 如果进口的总额 是小于出口的总额 也就是出口大于进口 那表示有贸易的顺差 表示它有盈余了 这个是金厂账 那么资本账呢 您还记得 我们之前提到 有所谓的直接投资 跟间接投资 那么又有分为 向内的投资 跟向外的投资 就是资金流动的方向不同 所以呢 有流进来的 就是资本账的加项 那么流出去的 就是资本账的减项 接下来跟您介绍的 就是天然资源了 一个国家天然资源 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然资源包含了土地 森林 农作物 原油 以及各式各样的 矿产等自然资源 它们的实体产量 以及隐藏量 第六个指标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通货跟物价水准 什么叫做通货膨胀呢 所谓的通货膨胀 就是当一个国家的 实质生产力 慢慢地减弱 而相对的 它的物价 它的工资水准 上升了 也就是整个的物价 工资的上升呢 还来不及生产力的 一个实际的上升 所以就会导致于 经济泡沫化 经济泡沫化呢 就会让这个国家的物价 开始上涨了 钱呢 越来越不值钱了 导致于实质的 货币的购买力下降 经济就自然衰退了 这些都是 有关于一个国家 总体经济指标的 一些的indicator 一些的因素 我们看 第二个 跟一个国家的 一个运作有关的 就是在于 它的市场运作机制了 跨国公司到海外去 你也要注意 这个国家 它的整个的市场运作机制 是如何 通常呢 我们注意到 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 在它的一个金融交易 以及它的财货产品 市场的交易 是不是按照 自由市场的机制 所谓自由市场 就是由供需 来决定价格跟数量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是跟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跟这个国家的 政府的运作的机制 是非常的重要 要看这个国家的政府呢 他们对于市场机制的态度 是如何 政府是不是很干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了 第三个层面呢 也跟国家总体经济有关的 就是政府的经济发展 跟规划 通常我们想要知道 哎呀 这个国家 他们对于外资的态度如何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 看这个政府 它所制定的法规 所以相对的 对跨国公司来讲 如果呢 跨国公司呢 你可以借由这个政府啊 它是不是有一些的 产业政策 或经济发展政策 可以探索出这个国家 对于外资 以及他们国家 未来产业发展的 一些的态度 如此来作为 投资的一个指标 好 了解到一个国家的 总体经济 以及市场运作 还有政府的态度之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议题了 就是有关于 经济的区域整合了 什么是经济区域整合呢 它的意义就是说呢 哎呀 我们有好多个国家 那么位在同样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呢 就尝试啊 想要利用经济上的合作 来彼此促进 彼此之间的经济成长 好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都是邻居嘛 所以呢 大家一起来合作 那怎么合作呢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 经济合作 就有以下的 几种不同的形态了 好 同学您在画面上 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呢 只要您耐心的 听我跟您解释 您其实很容易来明白的 好 首先我们看到 最上面的这一横 就是横的我们叫做列 直的我们叫做蓝 我们看到橘色的 最上面的这一列 我们发现呢 其实呢 他们的这个内容啊 分为这五个层次 我们由画面的左边向右看 第一个层次是 会员国彼此取消 彼此之间的关税 或者是非关税的障碍 第二个层次呢 又进一步了 会员国对外采取 一致的关税跟贸易政策 第三个阶段 又更上一层楼了 会员国彼此之间的生产资源 可以自由移动 第四阶段 会员国有一致的经济政策 最高阶段就是会员国 有协调一致的政治经济了 而重的叫做蓝 所以我们看到 最左边蓝色的那一蓝 它有五种形态 分别是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经济合作 经济同盟 以及政治同盟了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什么是自由贸易区 所以同学您可以对着这个 举阵来看 自由贸易区就是 会员国彼此之间 取消关税跟非关税的障碍 如此而已 而第二种形态叫做 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除了彼此 会员国之间取消贸易 跟非关税的一个障碍之外 它对外又建立一致的关税了 好 同学您告诉我 那共同市场呢 对了 共同市场除了有一致的关税 并且会员国彼此之间的 生产资源还可以自由移动了 更上一层楼的就是 经济同盟了 对了 您已经对这个矩阵 非常的熟悉了 除了彼此之间取消关税 对外建立一致的关税 会员国之间的资源 可以自由移动 并且会员国彼此之间 有一致的经济政策 到目前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欧盟 那什么是彼此一致的 经济政策呢 就是欧元了 对了 他们有一致的货币 并且有协调的经济政策 当然最高的境界的理想 是政治同盟了 不只是有经济同盟的 这个意义 更加上会员国彼此之间的 政治是彼此互相协调的 有一致的政治政策了 这是最高的理想了 只可惜到目前实际的一个 国际市场上 还没有政治同盟的出现了 好 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 经济合作的形态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回来 好 国际之间有很多的经济合作 那么这些的跨区域之间的 经济合作 对跨国公司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为什么各个国家之间 要有区域的经济合作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想要让这些的会员国彼此之间 能够资源互补 因为每个国家的资源不同 所以为了要共存共荣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 形成一个经济的一个合作体 那彼此之间当然有合作 当然会员国之间 也要放弃一些经济的自主权 比如说他们要放弃 他们自己的关税自主 还有一些的税率的关系 那么这些的经济合作 对跨国公司 其实有一些正面的效益 什么是正面的效益呢 举例来说 这些的国家形成一个 经济共同体了 那么我一家公司 在这个国家做生意 当然因为这个国家 跟另外一个国家 彼此是会员国 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税的 所以我卖到其中的一个国家 我也可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 而且是免关税的 所以我创造了一些贸易 叫做贸易的创造效果 好 第二个就是提高我的生产力了 因为尤其在共同市场 我的生产资源可以自由移动 所以我的生产力自然可以提高了 那为什么可以提高呢 那是因为以下第三个原因 因为我可以有经济规模的效益 就生产来讲 我可以扩大我的产能 就行销来讲 我的市场也增加了 所以我可以达到经济效益了 第四个正面的效益就是 因为我来到这样子一个市场 这样的市场降低很多我投资的障碍 同样的对别的厂商来讲 也很吸引它 所以无形当中 谁要能够在这个大的市场里面 能够存活下来 就需要一些的竞争力 跟创新的能力了 好 可是这样的一个区域经济整合 对跨国公司当然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跟威胁了 尤其是 比如各位可以您看画面上 当跨国公司如果在地主国 那么它如果跟地主国的厂商有合资或者是并购 而且它们又属于大型企业的时候 容易被地主国的政府误认为有垄断或勾结的行为 而不受欢迎 第二个是 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去除掉了一些的贸易障碍 可是无形中也对于一些的非会员国把它摒弃在外 这无意是倡导区域内的保护主义 第三个 对于区域经济合作里面的一些的会员国的成员来讲 它原先可能可以从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区 获取它最合适的一些的资源 可是它现在变成是 它必须在会员国内寻找一个最低成本的一个来源者来供应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它要取舍在贸易创造效果 以及转移效果之间去做一些的权衡了 好 这些都是负面的果效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 另外一个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有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的贸易障碍 为什么要采取贸易障碍呢 就好像之前我们在案例里面所提到的 所以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政府采取贸易障碍的理由了 第一个理由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了 它的一个利润基础就是 任何一个产业 我为了要保护国家安全 所以我不希望进口 政府对于这些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产品 我毅然决然地实施贸易的障碍 那如果国内消费者要买吗 那你就必须要付更高的代价 因为这些的进口品必须要支付高关税 OK 那么可是有人对这一点的理由提出相反的意见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政府随时都可以拿 对任何一个产业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 要求保护了 似乎这也不太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哎呀我是以保护传统文化为理由 那么理论的基础就是 好让我们国家优良的传统文化 不会受影响 也有人不赞成 他说了 那如果文化 可是文化的层面非常的广泛呢 那么是不是常常如此就会被 有意无意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而拿来当作于被摒弃在外的一些的产品呢 好接下来呢 除了国家安全之外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 哎不对不对 我要扶植国内的幼稚产业 理论的基础就是说 我们国家有些产业啊 还小叫幼稚嘛 所以呢他还没有他的竞争优势 所以政府要保护他啊 暂时性的保护他 可是也有人提出一些的疑问 那么这些幼稚的产业要保护多久啊 什么时候 有什么样的标准才说他长大呢 我什么时候能够确定 这个产业可以不受保护 而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呢 第三个理由呢 即保护幼稚之后 就是产业转型论了 那么这个利润基础呢 尤其是在开发中国家 因为开发中国家是以农业为主 那么农产品呢出口比例也很高 可是农产品的价格 受国际市场的价格的波动也影响很大 所以造成开发中国家呢 一些的经济稳定受到影响 所以呢就有人说了 哎呀为了要在这个转型到制造业的过程当中 好不好我们为这些的农业 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产业 我们呢给它予以保护 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 可是也有人反对了 他说其实呢重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的转型 而不是特定产业的保护 接下来又有人说 那我要保障国内的就业机会了 为什么呢 哎呀因为呢国外工资比较低 那么国内的这个工人呢 没办法公平竞争 所以政府呢要保障就业 要予以保护 可是也有人会怀疑说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其实不是低工资 而是重点在要提高工人的生产力 最后一种呢保护的理由 就是我为了要报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让我把东西卖到他们国家去 所以我也不要让他把东西卖到我国家来 我就是为了报复而采新贸易障碍 那么其实这样的影响会造成 彼此互相的渊渊相报 你报复我我报复你 那么我们通常常见的这些的理由 就会有一些具体的实施出来的形态了 常见的贸易障碍的形态有哪些呢 通常我们可以发现 有一个叫做关税障碍 一个叫做非关税障碍 哪些是关税障碍呢 也就是对于进口或出口的产品 有客与关税 所以他们的价格就会升高了 所以进口的东西就变贵了 那么本土的厂商就得到保护了 常见的有从价税 从价格来课征 从量税 从数量来课征 或者是二者混合使用的混合税 另外一个常用的 尤其在GATT之后 就是非关税的障碍了 我不客关税 那我怎么办呢 最常用的就是配额 数量以及非数量的限制 数量的限制我们称为配额 按照数量给予限制 又有所谓的绝对配额 同学细节您可以参照课本 或者是关税配额 或者是全球配额 或者是自动设限 这里要说明一下自动设限 比如我们在案例里面提到的 美国政府跟日本的汽车厂商 一方是政府 一方是业者 这叫做自动设限 可是也有可能 政府对政府之间去讨论配额 这个就是下面的 有秩序的行销 这两个都是设限 只是谈判的对象不同 另外一个是有关于非数量的限制 比如补贴 鼓励用国货 输入许可外汇管制 还有自制率的限制等等 这些所有的非数量管制 在课本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同学可以参照课本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介绍的 经济环境跟区域合作的议题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